麒麟出现必有祥瑞 麒麟是我国古代的四大灵兽之一 可是除了灵兽中的龟之外 剩下的龙凤凰麒麟我们都没有见过 那么传说孔子的母亲 颜真在怀了孕 祈祷于尼丘山的时候 欲依麒麟而生了孔子 那么孔子在去世的时候 也看见麒麟被杀 由于感灵而忧 于事长辞 而且李白的古风诗中 就有西圣如有利 绝比于霍林 这样的诗句 那在我国的历史上 麒麟真的存在过吗 它们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麒麟是中国传统的瑞兽 性情温和 传说能活两千年 那么古人认为 麒麟出处必有祥瑞 也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寄托 那么麒麟是古代神兽中的一个仁者 麒麟其实是一种统称而已 因为雄性称奇 雌性称灵 在宋书中 麒麟者仁兽也 所以麒麟是吉祥的神宠 主太平和长寿 麒麟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传统的民俗礼仪中 被制成各种事物或者是摆件 用于佩戴和安置家中 有祈福和安幼的用意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麒麟将士 麒麟每一次出现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 传说孔子 与麒麟就密切的相关 孔子出生之前 与去世之前都出现了麒麟 在公元511年鲁埃相公22年 孔子的母亲颜真在怀了孕 祈祷于尼丘山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麒麟 从而生了孔子 因孔子降生时 头顶上长得有点像尼丘山 所以取名为孔丘自种尼 根据汉书 孔子在春秋 埃公14年春天提到过 西首获麟 那么公元前481年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麒麟的雏形 正好是东周的时期 鲁国的国君鲁埃公带着自己的手下 出去打猎游玩 他们在寻找猎物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个长相极其怪异的动物 随行的手下害怕 伤害到这个鲁埃国 就拿起了剑射了过去 没想到那只奇兽 直接倒地不动 那么在场的数百人都不知道 这只奇兽到底是什么 于是就把知识渊博的孔子叫了过来 孔子看了一眼 立刻哭着说道 这是麒麟啊 你们怎么可以杀麒麟呢 因为这个事件 孔子还闹出了春秋绝笔的故事 他认为麒麟的出现 代表了太平盛世的开始 是一种百年难见的人寿 现在有人把麒麟杀掉了 说明之后的年代会战乱纷飞 灾难不断 所幸他也就不再写春秋这本书了 只停在了鲁埃公14年 孔子为此落泪 并表示悟道穷矣 孔子曾写歌 由于孔子赶麟而幽呢 再加上他唯一的爱子啊 孔礼的早逝 使他极其的难过 终于在鲁埃公16年 也就是公元479年的时候呢 与世长辞了 孔子死后呢 霍灵绝笔的故事就广为流传 所以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啊 在古风诗中啊 就有西圣如有栗 绝笔于霍灵的诗句 在西汉的时期啊 汉武帝也曾看到过麒麟 在武帝本记里面就有 元首元年啊 东十月 行信雍 霍白灵 做白灵之歌 意思就是汉武帝啊 在冬天的时候啊 去这个雍的地方啊 打猎 忽然看到一只白色的麒麟啊 心里甚是欢喜啊 认为这是祥瑞之兆 立马呢 就创作了一首白灵之歌 还把年号改成了元首 可想而知 传说中的麒麟 在汉武帝的心中啊 是多么的重要 第三次记载啊 麒麟将士呢 是麒麟市将士 在北宋时期的南方的交纸国 给宋仁宗敬献了两只麒麟 大臣们都认为啊 这是宋仁宗的英明啊 仁政带来的福音 所以麒麟便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于是啊 又想要进行一场庆典 可是担任剑官的司马光 皇却觉得这两只骑兽呢 有点奇怪 还奉劝皇上啊 不要太过于迷信 那么交纸国是什么呢 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嘛 而在《山海经》这本古书里面 关于此地的记载呢 就有很多神奇怪异之处 传说这里的人生活在一个 类似于木桶状的一个地穴里面 四周呢 都是悬崖峭壁 高不可攀 外界的人根本无法进入 那么交纸国人的身上呢 传说只有一个孔 所以他们常常自己窒息 因此还闹出了许多人命 可以说非常的诡异啊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 交纸国的人的脚呢 又宽又大 有很多的脚趾头 站立的时候啊 两只脚就会相交在一起 因此而得名 那么交纸国的人 腿脚没有骨结 两脚交缠在一起啊 走起路来非常的别扭 活像是生活在南极的企鹅一样 那么交纸国的人 如果是摔倒了呀 凭借自己的实力 是根本爬不起来的 除非有人啊 搀扶他 所以很多醉酒的人在野外摔倒了 常常好几天没有人发现的话 就有可能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被冻死或者是饿死了 净呢就是脚脖子嘛 所以交纸国又叫交近国 在交州记中记载啊 交纸国的人出自南定县 足谷啊 无骨结 身有长毛 如有卧者 须人福方能起 在另一本书里啊 关于交纸国人的描述 则更加的骇人听闻啊 我们都知道正常人有所谓的九翘嘛 面部有眼睛鼻子嘴巴还有耳朵 一共七翘 再加上上下身的两个出口 一共是九翘 而传说中的交纸国的人 全身上下只有一个孔 那就是吃饭的这个孔和呼吸的这个孔 以及排泄的这个孔 总之就一个孔呢 承担了身体所有的进出的通道 所以他们常常会忙不过来 交纸国的人常常因此而窒息 就是那种没有人理他 自己凭借本能发挥自己 把自己搞窒息的那种 所以听上去非常的傻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低级愚蠢的人种吗 那么这里的描述啊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偏远的地区啊 中原的学者呢 故意对他们所做的丑化的一种描述 所以这么神奇的交纸国里啊 有神奇的异兽呢 也就不奇怪了 第四次麒麟将士啊 是明朝的永乐年间啊 有一个叫做马林的小国家 在正和下西洋的时候啊 国王为了表达自己的友好呢 就给正和了一只麒麟 让他带回去啊给永乐皇帝 宣告了朱棣啊 是圣王 民主 天命所归嘛 那么此后正和下西洋的任务 就多了一项任务啊 就是搜寻麒麟 并引发了藩国的麒麟之贡 正和第五次下西洋 始于永乐十四年 也就是1416年的年末 按照宣德时期啊 楼东刘家相 天飞宫 时刻通翻世纪呢 那么这个石碑就记载了 正和第五次下西洋的状况 其文说正和永乐十五年 也就是1417年呢 统帅周师 进发西域 经过阿丹国啊 该国进贡 麒麟 阿丹国也就是野门嘛 从下西洋的路线来看啊 这是正和第一次逼近 非洲近海 而且是沿东非洲海岸线呢 航行 联系第四次下西洋的 麒麟朝贡呢 似乎这一次下西洋啊 就是和寻找麒麟有关 因为海外的 朱藩的能力是有限的 临近大明的那些啊 宫顺的藩国呢 多不产麒麟 无麟可供啊 而偏远的东非啊 则处于伊斯兰文明的世界 他们自成一派 虽然生产十分的落后 但内心骄傲 对东亚天朝啊 未必真心的臣服 加上海运的难度啊 其实海外的朱藩啊 朝贡的麒麟 次数屈指可数 那么明史的外国传中啊 都说正和船队六下西洋 分船航行啊 其中一只由周太监 刑治阿丹国啊 当地的国王 虔臣被制啊 轻率大小头目来营 那么周太监宣读 天朝大皇帝的诏书的时候 宣读之后 船队和该国进行了交易 其中就有麒麟的描述 上面说 士德猫金啊 麒麟已归 他国所不及也 那么这只传说中的麒麟 被带到了朱棣面前啊 满朝的文武百官 都没有见过这种动物嘛 纷纷的上去围观 仔细的端详 他们认为这是对人均的恩赐啊 一切都是顺应天意 甚至还提出了举办盛大的仪式 来欢迎这个麟寿 那么第五次麒麟的出现 是在清朝的末期啊 据说是一位传教士洋人 在中国拍下的麒麟的照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照片里面的麒兽啊 确实和我们印象中的麒麟一样 旁边还有两个神秘人啊 带着他们 背景呢也是中国的古建筑风格 照片一出呢 整个事件当时也闹得沸沸扬扬 照片很明显啊 就是后期制成的 旁边的两位神秘人的打扮 也是异域风格 尤其是看到正面的那个人 身形也不像一个正常人 手指呢长得可怕 其实这张照片是来自于啊 社交媒体 所以清末的麒麟照片 就是一个误会 是一个PS 这时候肯定有人问了啊 那前四次的麒麟降世 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从孔子看到麒麟说起啊 按照当时的记载 应该就是一头摄鹿 那么摄鹿还被称作 刺不像 因为他的脸长得像 马蹄子 又是牛角 又像是鹿尾巴 长得又和驴很像 所以孔子啊 也有可能把他认作是麒麟 也是情有可原的嘛 摄鹿确实是一种 长相奇怪的动物 汉武帝看到 白麟的地方呢 史书中的记载呢 也太过于模糊 但是汉武帝 做了很多 白莲教的经地 就在2011年的时候啊 江西南昌的西汉 海昏猴刘鹤的古墓中 就找到了许多 灵纸经 那么刘鹤又是 汉武帝的孙子 这样看来应该就是 汉武帝口中的 白铃角蹄了 从制作的形状来看 应该属于鹿类的一种 至于汉武帝看到的白铃啊 应该就是 比较稀少的白鹿而已 因为麒麟从 其外部的形状看啊 是集尸头 鹿角 虎眼 射身 龙铃 牛尾 于一体 所以尾巴毛状 像是龙尾 有一脚呢 带肉 但据说麒麟的身体啊 像射鹿 在北宋时期啊 根据文献的记载呢 两只麒麟啊 壮如水牛 身披肉甲 光看史书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啊 这不是传说中的麒麟 很可能是 两头大犀牛的形状 那么诸地时期出现的麒麟 其实更好解释了 我们上面提到的 马林国所处的地方 就是现在的非洲的肯尼亚附近 虽然记载里面 没有过多的描述 但是画家却把这个 传说中的麒麟画了出来 那么一看这个画 分明就是一只 普通的长颈鹿而已 宋明以前很少 关于长颈鹿的记载 那么至宋代啊 北宋呢 行饼的 尔亚流士林中就有记载 林乃 摄身牛尾 狼鹅 马蹄 有五彩 腹下荒 高二丈 这说的就是长颈鹿啊 那么关于古代的人 对于生物的认知范围 太过于局限 才会出现史书中 对麒麟的记载 若是按照古书中的记载呢 麒麟的原型啊 恐怕就是鹿类了 不过也有人认为 麒麟的原型 是多种生物的组合体 毕竟在人类 还没有出现之前 史前的动物 就已经出现在地球 而且活跃了很长时间了 那么两千万年以前 有一种叫做 山西兽和 萨摩林的史前动物啊 在人类出现后 就消失了 只不过二者出现的时间差 差距超过了一千万年 所以古人不可能看到 这种古生物的存在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解释为 古人总误认为 麒麟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有句老话说啊 牛身麒麟啊 猪身象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出现这种现象 可能是一种基因突变 而导致生出来的后代长相怪异 所以青史稿里面记载过啊 牛身麒麟的案例 在雍正二年啊 平渡州的一个名家 就是牛产麟啊 五年 瘦州名家牛产麟啊 所以一世火光 以为怪 隔沙制 剥皮见州身麟甲 头角 牛影也 荆州名家 牛产麟啊 变身麟甲 同样在泰国的2015年的时候啊 也有一头啊 水牛 也生下了类似于一只鳄鱼的生物 全身呢 布满了鳞片 那么这种现象 放在古代 肯定是解释不了的嘛 当时人们的思想 封建迷信啊 就会和鬼神啊 联系到一起 于是就当做了神兽 麒麟来记载 可是现在不同了啊 按照科学角度的分析啊 这种怪胎呢 是一次失败的基因变异 一般脱离了母体啊 也无法适应环境啊 所以生出来很快 也会立即的死亡 所以麒麟它始终是 存在于神话中的动物 只是故事而已 只要记住啊 麒麟是善良的象征 和丰收和美好 以及长寿福禄呢 就已经足够了 好啦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别忘了 宇哥与小唐的视频 是每三天更新一次哦 因为很多朋友说 宇哥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啊 等等的 其实宇哥小唐的视频 是每三天更新的 一定要点击 我们的头像进去翻找 因为系统呢 不是每次都会推荐给你 所以你是看不到的 最后制作视频不易 一定要关注点赞 以及转发我们的视频哦 我们会用心做更好的视频 给你们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